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FSTB这个文件的修复 最后我们讲swap分区的分配方式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节课 也就是复习 复习一下什么是分区文件系统的概念 先说什么是分区 还记得超哥说过吗 分区其实可以这么理解 把一个大柜子分成几个小柜子 就是分区 那也就是说 把一个大硬盘 按照我的需求 按照我的自己的这个习惯的大小 把它分成多个小的逻辑上的分区 就叫分区 分区主要有这样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主分区 主分区的特征 最多只能分四 那为了这个突破四个主分区的限制 我们需要把一个扩担分区 一个分区拿出来作为扩担分区 所以扩担分区只能有一个 而且它也算主分区的一种 那也就是说 主分区加扩担分区最多有四个 那也就是说 如果分了一个扩担分区 主分区最多还只能再分三个 但是呢 扩担分区不能存储数据 也不能格式化 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 在里面再分逻辑分区 那就说 还记得吗 超超说 有个大的柜子 哎 分区呢 就是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小柜子 但是呢 只允许打四个柜子 当我们家的人口过多的时候 四个柜子不够 怎么办 我把最后这一个柜子 作为扩担分区 在扩担分区里面 而可以再分小的逻辑分区 哎 可以再分小的逻辑分区 这种分区的这个方法 目的就是为了突破四个分区的限制 那逻辑分区 它可以分多少个呢 如果我们是IDE的硬盘接口 最多支持59个逻辑分区 如果是SCAS的接口 支持11个逻辑分区 这样的话就远比四个要多 哎 大家还是要注意啊 扩担分区也就是这个大柜子 它里面不能写数据 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包含逻辑分区 这个小柜子 在逻辑分区里面 可以进行数据格式化 也可以写入数据 好 这个都是讲过的 我们再复习一下 超过画个设计图 我把一块硬盘 画为了 一个 两个 三个主分区 把剩余的分间空间做成扩展分区 在里面再画两个 两个三个逻辑分区 那我们已经知道 每一个分区对理因此来讲 都要有一个分区的文件名 或者说分区号 这个分区的这个设备文件名称是固定的 哎 我们说啊 所有的理解都是设备 分区也是设备 既然是设备 就应该有设备文件名 那这几个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是什么样呢 其实我们讲过了 主分区一 就是SDA 主分区二 是SDA 主分区三 是SDA 其中 SD代表4GAS 或者是SATA一块接口 A代表第一块硬盘 1234代表 四个主分区 当然 如果我把第四个分区 分成扩展分区 那SDA4就代表扩展分区 逻辑分区 一是用SDA5代表SDA6 第四 那也就是说 这是 SDA1 SDA2 SDA3 这个黄的 困难分区 是SDA4 逻辑分区 SDA5 6 7 分区或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表的方式 这个分区的设备文件名 是固定的 我们大家只要把它的规律 记下来 能看懂就可以了 那分区啊 我们可能更习惯的是 这样的分区方法 也就是说 分一个主分区 把剩余的空间都分成扩展分区 在里面再分逻辑分区 那这个时候 它的分区的设备文件名是怎么表示的呢 我们来看看 主分区是SDA1 扩展分区是SDA2 但是逻辑分区是SDA5 那也就是说 这是SDA1 这个扩展分区是SDA2 但是这个逻辑分区啊 它没有从3开始 而是5 6 7 原因很简单 1 2 3 4 这4个分区号 只能给主分区 获了扩展分区实力 而不能给逻辑分区实力 那也就是说 当我的主分区 加扩展分区 不够4个的时候 这个分区号 3和4就算空下了 逻辑分区也不能使用 它也只能从5开始 哎 规定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了 分区的表示 分区表示 那我们说了 有了分区 我们在这个硬盘还不能使用 还必须格式化之后才能使用 那什么叫格式化呢 超哥当时说了 就是为了写入文件系统 但是啊 我们当时可能并没有去详细的介绍 这些文件系统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Linux可以支持哪些文件系统 那Linux啊 默认的文件系统是EST2 EST3 EST4 那EST2呢 是早期的文件系统 在Red Hat的7.2 以前呢是EST2 它的特征是最大支持16个TB的分区 那就说 那就是说你一个分区的大小最大不能超过16TB 你一个单个文件的大小不能超过2TB 那1TB呢就是1024对比 也就是1024乘以1024的K比 那EST3呢 其实它支持的大小和EST2完全一样 它跟EST2来比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附带了一个日制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系统突然出现崩溃或者出现问题 它可以利用这种日制保证我们的数据的靠近 这是EST3 在我们三段S6以前的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Linux当中 默认使用的是EST3 但是到了页 咱们的三段S到了6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是6.3 那它的文件系统已经扩展到EST4了 EST4远要比我们的EST3更加先进 最主要的或者说我们最直观的就是看 它支持一个EB的分区 刚刚我们说 EST2和EST3只支持16T比的分区 那一个EB是多大呢 是1024的P比 1024一个EB呢 又是1024乘以1024的T比 那刚刚我们的EST3呢 只支持16T比的分区 这个就翻天覆地了 而且单个的文件支持了16T比 其实对我们大家来讲 我们只要知道 三段S6.3使用的默认文件系统 是EST4 它更先进 它能支持更大的分区 支持更大的单个文件 它的存储和写入效率更加 更加快 更加坏 而且呢 它更加安全 数据考核性更强 就可以了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文件系统 那我们说分区是什么 就是打入这个格数化是什么 就是在小分区里面是要打入格段 打入格段其实写入的就是文件系统 哎 写入文件系统 好了 本章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借回顾了一下这个分区的表示方式 采用DV下的SDA 其中SD代表SATA硬盘接口 HD代表ID硬盘接口 ABCD代表D级块硬盘 1234代表主分区 5678代表逻辑分区 然后介绍了一下Linux常见的文件系统 DHT2 DHT3 DHT4 大家只要知道 越高级的文件系统 越先进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